普通电容很常见 如果操作不当的话 它就会 而我这个呢 它也是一个电容 这种肯定有很多朋友没见过 如果用它来放电的话 有点恐怖 几秒钟就把一颗鲁石灯融化了 大家好我是光头起电 这是一个法拉电容 它的体积有点大 它的容量更大 2.7V 3000法拉 3000法拉的电容 大家就换上一下它的单位 是多少违法 这种内容用来做点焊机 或者放在汽车上面做启动电容 是最好不哭了 但是告诉大家 这种电容充电的时候 也不是随意的 因为它的充电电流 或者放电电流 都可以达到100A以上 普通的横压充电器 直接接上去就会进行保护 所以我拿了这个口调电源 把它的电压调到2.7V 输出电流 充电电流调到6A左右 给它充电 也就是用横流给它充电 用横流充电 电流电压调好之后 把电容接到电路当中进行充电 正接正 负负负不能接触了 大家看电流电压表 充电电流是6.7A 然后它的收出电压 充电电压比它拉到0.2V 对不对 如果不进行横流充电的话 这个电源它就会进行保护 电流太大了 这个表还可以显示它的 安时数 也就是说这个电容充满电池号 可以显示它一共属成了多少能量 安时 大家看 它的充电电流 一直不变 但是它的电压在慢慢上升 每次跳0.01V 好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电容两段电压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多少V 2.038V 只有当这个充电器上面 它的输出电压达到2.7V的时候 它的充电电流才会慢慢下降 几分钟之后 它的电压上升到2.7V 所以它的充电电流就慢慢下降 现在已经降到了5.8A 电容上面的电压已经上升到2.3V 但是到后面它的充电速度会越来越慢 现在充电电流320A 电容上面的电压已经上升到2.68V 不再充了 要把它的电压升到2.7V的话 所需的时间更长 差不多充了半个小时 充满电之后 测试一下它的放电能力 在电路两段 我接了两个35平米的导线 作为它的引出线 35平导线它的承载电流是125A 我用一个铁钉 接在这个导线两段 普通的铁钉必烧红了 因为你的铁钉是闪的 接触不是很好 不行 再来 把引出线再接上两个铜笔子 再找个螺丝钉 对 就这口 接到这个铜笔子两端 给大家一个特写 几秒钟的时间 这个螺丝钉就完全融化了 它的电压只有2.7V 电流至少达到了125A以上 因为现在我这个导线呢 它已经很烫了 也就是说这个导线它已经过窄了 如果把它换成更粗的导线 估计融化铁钉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说 这种法拉电容啊 它瞬间放掉的能力是非常恐怖的 那么 像这样的电容 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材料做的 大家有没有兴趣 我把它拆解一下 好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下期拆给大家看 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